这个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他的宽度为低 边长为L 那跨过这个磁场区域 那他说完全离开磁场的过程中 框线中 线框中 有感应电流的时间长度为何 好 我们把它分成这几个瞬间来看 来要有感应电流 必须要有磁力线变化 所以这个刚进去的时候 他这一个地方在磁场内 OK这边是磁场 那这个面积穿过的磁力线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有感应电流 但是呢等到 那个边从另外一个边出来的时候 出来磁场的时候 这边的磁力线又没有变化了 就没有感应电流 所以呢在全部都在磁场的区域内 没有感应电流 那他走了多少 他走了低的距离 OK 那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 等到就是 这个边 就是另外一个边 进去的时候 这边 他包围的磁力线会开始变少 因为要出来嘛 包围磁力线变少 又有感应电流了 好 等到什么时候没有 等到这个边 出来磁场的时候 又没有了 那这个边 在走出来的时候 再走了低的距离 所以呢 这边进去低 会有感应电流 这边出来低 会有感应电流 谁必须要走2D的距离 那2D处于V就是时间了 那3D处于V就是时间了 感谢观看